台北市第二座PCR车来速筛检站在木炸机场开始运作 想要去的民众先预约且准备好处置后的悠游卡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正式营运的当天到现场视察 上午筛检站已经服务396位民众 首先感谢万方医院和我们捷运公司通订合作 在木炸机场成立我们台北市第23个防疫集门城 这个是要提供我们台北市南区的市民 一个很快比较便利的一个做PCR的地方 早上还有下雨 现在又太阳又出来了 不过还好因为这个是在市内的 民调的下景雨的痛苦 但是有个问题 因为这里面还是比较热 所以这种全户武装戴恩酒 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些预互人员的辛苦 特别是明天就是国际副理师节 我们要感谢在第一线为我们服务的医务人员 特别是副理师 先祝福他们的国际副理师节快乐 那原则上还是请大家上网预约 真的有快篩羊 如果没有预约到的 要来也可以 但是他是现场挂号 那可能要排队 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可以预约的话 尽量预约 那事实上昨天跟大家讲过 来防疫集门诊 就是要快速 大家要帮忙 万方医院八号早上结果任务后 那首先非常感谢在过去两天 台北市政务的团队协助万方医院 来建置木杂机场的防疫提门诊 那我们医院是在礼拜天的早上接过这个任务 那我们就派我们团队 在礼拜天的下午一点 就进入这个地方来做敞勘 那礼拜天的礼拜一的上午10点 那事务的团队跟我们的团队 在进行细部的一个规划 那在大家通力合作 跟市政府全力的支持之下 我们在昨天下午一点开始做市营运 那整个流程在大家的这个合作底下 是相当的顺畅 昨天下午大概服务了200个人次 那我们目前的规划是 我们在上午跟校各服务400人次 那才预约300人次 现场开放100人次 那今天上午我们服务了396位民众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我想对广大台北市民朋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筛检的机制 那针对在家里快筛养的这个民众呢 如果你只是轻微的症状 那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到我们这个场地来 由我们来提供你们来服务 那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是 在一开始我们会先做减伤的分类 那询问你的一些症状 那第二步呢我们就进行挂号 那第三步就是进行裁剪 那第四部分就进行领药 那整个过程如果顺畅的话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整个流程 那我想请大家都能够在市府的这个防疫政策底下 那配合我们医院的一个这个人力的支持 那能够共同完成防疫的工作 那在此特别感谢台北市政府的团队 给我们医院最大的支持跟协助 柯文哲说明这是提供给台北南区市民的服务 有了车来速裁剪 市民朋友可以舒服坐在车上 不会淋雨或晒太阳 就能一站式完成裁剪诊疗领药服务 这里还有提供小额科服务 优于北石科 三岁以上都可以在这里处理PCR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